大家好,我是LA小比特 今天就是继续的分享一下 洛杉矶的一些华人的一些情况 那我呢,就是大哥呢 就是在那个中秋前夕 已经离自己的弟弟去了天堂 他是出生那一天跟走那一天是同一天的 讲的是农历日子 这个真的很巧妙,很特别 人呢就是出生,就生日那天就离去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呢 我呢,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什么 多少悬念,也没有出现一些悲伤的一些情绪 也没有流眼泪 那我就很纳闷了 其实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来到美国 这么个 这么多年来说呢 人是不是变得坚强了呢 毕竟呢,就是背景离乡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呢 你不坚强也不行 因为你要生存 你要去干很多那些体力活 从不适应到适应 到咬着牙关去坚持 所以呢 人可能会变得很坚强 那所以说呢 当我听到家里人说我大哥离去的时候呢 真的 没有眼泪 那么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自己真的也不明白 当时我还是很想念自己的亲大哥 毕竟是兄弟 都是亲兄弟来的 谁也有亲戚朋友的 人都是有感情的 那我就在想呢 就 我认识的一些在洛杉矶的朋友呢 他们呢 也是 父母啊 去天堂的时候呢 他们也没回去 特别自己的母亲啊 就病重 在家里也没办法回去 也是由于这个身份的原因啊 没有绿卡 那当然是不能够回去 在选择这个 与亲人见面还是留在美国 我现在想了 可能呢 真的 他们来说呢 应该 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 你回去了 那你就来不了 这个美国了 所以 究竟是 哪个地方重要 那肯定是美国重要 洛杉矶重要了 那当然是 闪着留在这里 父母 自己的家人 去天堂 都不那么重要了 那这样想想呢 就是 人呢 真是太可怕了 这个 就我个人的观点 就有种可怕 难道亲情 跟美国梦 难道就是美国梦 比亲情还重要吗 这个真的是 我也 搞不懂 我想起 两年前 我大哥 患了这个 这个 绝症 不自治症的时候 我曾经 跟朋友讲过这件事情 那朋友说 回去 也没用 因为 帮不了忙 因为那个病 谁让也改变不了 那何必要回去呢 回去 现实之中 就这么残酷 还是 想想 还是考虑 留下来 这种建议 其实呢 别人的建议都不重要 关键 还是自己 的选择 那我这个朋友呢 就是 母亲 病重 她都没办法回去 那我相信 她 可能 也会跟我一样 可能没有眼泪 或者 可能你 她 我也不能够代表 她 也许 她是有的 但是这个 这个都是 涉及到 个人的私营问题 但是不论如何 其实内心的感受 一定是不好受的 但是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自古 我们中国人 有句话就是 忠孝 两难船 一个忠 一个孝 所以 现在 也可以说 那么 来到这些 海外的华人 因为身份的原因 无人家里 大陆那边的亲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平 每个人的天平 都不一样 那我也 以前也曾经说过 有一个 就是在美国 已经有 待了 已经有 六七年 就是她妻子 也患了这个 不自治症 就是癌症 再不见面 这一生就见不了 而且还有自己的小孩 在关顿 那这个时候 她其实也真的是 不愿意回去的 但是 只有还是 很匆忙的 就 几天时间 就决定 回去了 但是按 按后来 她的说法是 她不愿意回去的 但没办法 是自己的妻子 还有小孩 而且她也 够了退休年龄了 那回去也有 退休金吧 这样才回去 这种 揭发妻子 小孩 但是另外一种呢 她不是这样 她就是 不是自己的妻子 但是是 比如父母啊 比如像我这个 亲哥哥啊 这种 很多都没有回去 而且我以前呢 就是做按摩的时候 在打工 那个有一个男的 在美国也是20年了 跟那个铁哥差不多 铁哥是25年 他20年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年龄 跟我年龄一样大 其实他是30 30岁来美国的 身份 半不成 20年 身份半不成 就只有一个公卡 那这也说明了 他的案子已经没有 而且他是有老婆的 老婆在国内 他也有孩子 孩子现在已经在国内 结了婚 已经生了小孩 就是他已经做了 公公了 就按我们广东的 那个就是做了 阿爷了 就是已经有 有自己的孙了 也有妻子 这20年 不知道怎么过 可能也是通过 就是说 这十来年有了微信 可能也通过这个微信 看看 但是这种家庭来说 也叫做明存死亡 你看 他的小孩子 出生六年 就六岁的时候 他一个人来美国的 这么一来就来了20年 那他的儿子 应该是26岁结婚了 妻子跟他分开了 两地分居 你20年 大家 这些 大家观众 你说 这20年的夫妻分开来 那这个感情 会不会很牢固呢 其实这个已经可以 我不用说 大家也想得到 是什么回事 在这里我就不点名 这个还有 父母 就这么个20年 也是 走了 他也没回去 你说 这个家庭 夫妻之间的分离 跟父母 走了 也没有见最后一面 就也是 这么说 是20年前 其实他来美国 已经注定了 跟父母是最后一面 好 那现在 他 就有缘问他 那你觉得 会不会回去 他说坚决不会回去 他不会回去 他说回去没用 回去没有用 已经很不适应 大陆的生活了 其实很多一些同事 都是背后议论 就是说没有身份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待在美国 那以后老了怎么办 但是这个人 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想 想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 现在 现在 这个人还是50岁 30岁来美国 那现在 20年不是 现在才50岁吗 那可能 要活到100岁的话 那还可以在美国待50年 但这个是以后 是别人的事情 但是也是将来的事情 反正他就 坚决的 不会回去 而且 父母也走了 就有妻子 自己的孩子 在国内 也结了婚了 这样 很多很多 其实都 亲人了 就来美国 就很多亲人 都是没办法见面的 我当时没有来美国之前 我在国内 我听 一些 朋友说 哎呀你看 某某某在美国 他们真的很不孝顺 家里出事了 他们都不会回来 这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变新了 但是 我也觉得 怎么回事 怎么回来 看看不行吗 怎么 就这么狠呢 连青人 的面都不见 但是后来 我来到美国之后 现在才 感同身受 哦原来 是这么一回事 是回不去 为什么 身份 绿卡 你回去了 就来不了 回去很容易 不是时候 回去很容易 你随便 买个机票 都能回去 当然回去 你来不了 所以这个 这个人呢 这个眼泪啊 是坚强 真的坚强 因为我现在 已经 确确实实 我大哥 亲大哥 走了 竟然没有眼泪 虽然想 是很 很怀念 小时候 跟自己的 亲大哥的 生活的 一些场景 但是 还 真的还不到 那个 伤心的 流泪的 这种状况 那 在 这些海外的 华人 不是说 单单 是美国 哪怕是欧洲 什么地方 只要身份 没有 那这些人 他们 很多都没有 回 都没有回去 所以我说呢 我们 中国呢 虽然 改革开放了 40年 现在生活 也 很大的改善 已经不同了 现在我们 中国是 第二经济体 就是说 世界上 第二经济体 但是为什么 还是 那么多人 想离开 自己的母国 到一些 西方国家 生活呢 为什么这么 向往 外面的世界 往上 很多人 不论有钱 还是没钱的 他们都想 出国 为什么呢 觉得 一个 空气 食品 卫生 还有 下一代的 生活 希望能够 让下一代 能够 来到一个 好的环境 去读书 那好的环境 什么地方 西方国家 这样 所以 在国内 那些海外 那些在大陆 为什么 那个现在的国内 大家都说 有目共睹 现在生活那么 好 当然 大陆也是贫富 原属的 大陆 平衡原属 有很穷的 有很富的 那穷人 想出国 谋生 富人也想走 中间阶层的 那些中产基地 可以说 有条件的 我估计 都选着离开 走不了的 那就爱过了 那就很爱过 那所以说 我真的很期待 自己的 就是那国家 真的 如果真的 国家是 真的是国富 富民 那谁会背景理想 我们的母国 生活优越 没有 没有 就是说 心里安定 那谁会背景理想 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那要 这样放弃 自己的母国 去一些 自己不熟悉的 一些地方 生活 那可以讲 有什么东西呢 这里 我也不多讲了 就是 事实 胜于 熟变 在讲 很多的 很多的 那些 红话 大话 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 讲了 都讲了 而且 因为中国是 十亿 十四亿人口 不可能 每个人都有条件 除外 谋生 要是 真的 我们的 那些 护照 能够 免签证的话 我估计 大家可以想象 可能 都走了 大概一半人 走了一半 你看 就是由于 现在我们国家 因为毕竟 还处在一个 不是那么 理想的 一个地方 所以 现在 中国的 护照的 含金量 不高 西方国家 当然 你要签证 很难签 特别你要签到 来美国 更难签 所以 控制到了 这 这拨人 没办法出去 所以 能够出来的人 很多都想出来 够心思问 所以说呢 这个 还是 很多东西 还是有现实点 当然 我们像我们海外的华人 在国外 也是 很关心国内的 经济发展 也希望自己的国家 富强 国富民安 我们 才感到 在海外的一种自豪 也一种爱国情怀 当然 像我们这些 很多在网上也说了 再怎么在海外 再怎么爱国 都 被人家 定为 是一种假 假爱国 都是 贴标签的 而我们中国人 是喜欢贴标签的 罕奸 什么什么的 这个 什么话都有 但是 你要是他 出不来而已 你要出得来的话 他也不是 不会这样说 所以是这样 就等于好比 就是 二十年前 有一个 特别的 反美的一个人 结果他后来不是在美国生活了吗 这个就是 很多人觉得 中国人就口跟心 是不一致的 口里讲一套 心里一套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 弊端 这个不可否认 这个不可否认 不可否认 确实是 这样 但是 很多海外人来到国外 确实是变得爱国了 这个也不可否认 不可否认 这个不能够说他是假爱国 他也是真的很关心的 不是说 你会在国内就是爱国 出来 能够 关心国家 就是一种爱国 就好比 那个 基督 好比那个 基督徒嘛 那个圣经 只要你口说 就行了 就是 上帝说 你的心不服 还是可以 你口说 起码 你都是 耶稣都是爱这些人 这样 好了 刚才呢 我的可能呢 就是 我做节目呢 没有期稿 没有写那个脚本 所以说话的时候呢 可能会偏一些 偏题 跑题 但是我再回到 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 这些华人 国内很多亲人 去了 他们都 没有眼泪 没办法 没有身份 他们就 还是觉得 这个美国 好 这个 确实是 这个 因为人 没有人 勉强你 留在这里 勉强迫的 随便可以回去 没有说 回不去的 能够回去的 关键 就自己 回不回而已 好了 今天我就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是 礼拜天 洛杉矶时间 明天我要继续的 去 学习大火车 今天本集合吧 谢谢大家